我来啊 其实是为了跟你说件事 你若真想跟那个洛王好 以后留个心眼吧 怎么了 听小璐说 她这几日总往那个割机馆跑 很是乐不思蜀呢 王爷 王爷 那姑娘也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看咱们找上门去 就一个劲儿抬价儿 真把自己当个什么人物了 别看那种地方 每日灯红酒绿的 其实啊 都是贫苦出身 银子上面就别跟他们计较了 她要多少就给多少 那也没那么抬价儿的呀 我可没教过你这么扣门啊 跟谁学得这么小气 明日就去把事给我办利索了 听见没有 行行行 明儿啊我就把银子 给那艾塔姑娘送过去 求她给王爷一个面子 王爷 您请休息 你自己啊 别帅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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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承 我打听到了啊 那个姑娘叫艾塔 据说呀 长得那叫一个花容元貌 平日里眼睛长在鹅头上 从不轰衣见人 哼 看来咱们这个王爷 肯定砸了不少银子 搞得整个舟机馆都轰动了 说什么 樊인 已经来了一位欧阳公子 出手阔处 就只为一睹那个 爱塔姑娘的方楼 你说说这都什么事啊 不是我说你啊 你看不上我也就算了 你给自己找这么一位 你对得起我 对得起元香吗 你说什么呢你 别我说你两句 你就不乐意了是吗 走走走 我答应过元香 我要好好放过她 你听见没有 快回去吧你 霓裳 你师娘跟我说呀 你昨晚上 看书又晚了 半夜才睡下 我今早都没敢吵醒你 你怎么没睡一会儿啊 在 离午饭还有一会儿呢 要不然 咱们先去后山逛一会儿 上次啊 你跟我说的那个 你跟我说的那个 百草糕 我回去想了一下 会不会 把艾草换成冬青 这样的糕体 就具备了防蚊的功效 王爷研究这个干什么呀 难不成 也想回梵京 开个香膏铺 我看您啊 还是研究 更要紧的东西吧 怎么了这是 还生气了 怎么了 谁惹你生气了 不会是我吧 怎么了 不敢 你还有什么不敢的 说吧 宝王怎么惹你了 我生不生气 有什么打紧的 您还是趁着天色上早 赶紧去歌机馆 找美人喝酒去吧 不是使了大把银子吗 银子嘛 确实是使了 还使了挺多呢 那恭喜王爷了 不过呢 他这个美人 还没看到呢 因为啊 这个美人想见的人 其实是 我